下位馮帥韓小姐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們獅子山學會認為任何企業 在營運有問題的時候 都應該為自己負責任 所以我們是絕對反對政府 為數碼電台的失敗而負責任 而獅子山學會也促請政府 即刻將數碼電台的廣播牌照 拿出來拍賣 不過鄭京漢都不用怕 公眾籍的人士 不要打斷發言的人 不過鄭京漢都不用怕 鄭京漢雖然生意失敗 但如果他想繼續再接再禮 繼續搞電台的話 都不是不行 因為好的東西肯定有人支持 他的股東不懂貨 不肯注資 但我們獅子山學會相信 鄭京漢如果真的這麼有市場的話 他一樣可以再找一個新的股東 再把牌買回來 再搞電台 如果鄭京漢真的這麼正 香港政府真的 而香港人民真的需要他為人民發聲的話 我們都一樣可以幻想政府 讓鄭京漢去香港電台做主持 但是 我們都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 因為這樣就等於 香港政府干預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 也就是干預香港媒體的獨立性 而我們都知道 任何媒體或者電台 無論說的話是對的 還是不對的 沒有了獨立性 就沒有了它的價值 也就是會變成政府的洗腦工具 為了保護香港人的思想獨立和言論自由 香港媒體的營運 一定要和政府分開 所以 詩智山學會認為 政府不單止不應該插手 數碼電台的事 更加不應該干預任何媒體的運作 主席 最後我們想用這個機會 代表詩智山學會研究總監 孫柏文 多謝鄭京漢先生 在他的節目裡面大力提拔 如果真的有 如果真的那麼多人聽DBC的話 孫柏文今次想不紅都不行了 多謝主席 各位公眾席的人士 還有在這個會議聽的 各位朋友 不對聽的東西都要聽 不是對聽你才要聽 你可以辯論 可以回應 但不能騷擾 發言的人 OK 對嗎? 一人間鄭經學都會回應 稍安無措 剛才錢偉樂說得好的 廢話的言論自由 你都要支持的 下一位羅佩麗女士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獅子上學會是甚麼 她說這些話真的是垃圾 她完全沒有聽過DBC 就這樣說話 現在她走了 你停一停 我已經說了 不要再來了 你繼續 是否可以重新計時 這位馮女士 完全沒有聽過DBC的節目 她完全不知道DBC的節目 那些可能只是稿 我覺得是做馬 我再說回我自己想說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她是說垃圾 我再說了 DBC 完全被停 아니에요